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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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吧 小鹏小潘再也不敢说我什么了 但是我觉得他要比楚男叔叔差那么一点 熊玉姐姐 你在抓娃娃吗 我也想要 好啊 上上 上下 下 左 左 右 右 小鹏姐姐可以送给我们啊 小鹏小鹏姐姐 我告诉你 小鹏姐姐 我告诉你 妈妈抓住了 火炸去了 自从楚男叔叔不来了 你就再没有得到过他了 那楚男叔叔知道你爸爸回来了吗 我告诉他了 我告诉他了 再抓一个吧 他要乃哥 晴韻 沈青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妈 我来买菜 看到小夕在这儿 你好 我是小夕的父亲 您是 您是 你好 我叫秦韵 是 是我跟夏哥的朋友 谢谢你啊 帮忙照看小夕 妈妈 你看 秦韵姐在给我抓出来的玩具 真怪 小夕 爸爸给你买的冰淇淋 我只能吃巧克力一口玩的 那爸爸知道了 下次给你买好不好 嗯 你去哪儿啊 因为我们送你 没事 我特别近 骑车这可以过去 那我们走吧 再见 拜拜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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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新后的文案已经交给测试组了 测试组的初步反馈 其中 披萨制作和设计的可玩性很高 下周会组织用户体验测试 获得更深度的数据 这个文案是谁写的 是我 你是在做儿童艺游户 还是做恋爱游户 夏总 是这样的 我们只是更新了框架 具体的文案计划是下周完成的 这只是草案 下周 还有几个下周 这周 我们这周就可以完成 这周还是下周 我们这个会是来讨论时间的吗 这周我们一定交上 私人厨房那个 私人厨房我们都觉得很浪漫 放在冒险模块可惜了 就直接加到了竹先生 对对 那个环境和盘底文字特别有意思 我再次重申一遍 我给你们发工资 不是让你们告诉我哪个有意思 我要的是结果 这周不下班之前 交不上来所有人收拾东西走 知道了 下周 下回 进 夏总 还没被骂过吗 够了够了 我都被骂饱了 晚饭都省了 干什么 我是饱了 您不还饿着呢吗 要不要给您点点什么呀 我看您这几天这么忙 都没有拆钱我去泡咖啡 要不要给您泡一杯冲冲剂 美式咖啡 四杯水 六杯豆 豆还是用的姚小姐带回来那个 这一杯下去 保证您的烦恼通通消失 这么甜 您故意的办了 没有 我不是看您这几天没有好好吃饭吗 我就加了那么一点点糖 要不然 您不都没有力气骂我们了吗 你怎么还不走啊 夏总 您最近是不是心情不好 用得着你管吧 我就想提醒一下您 您可是咱们TiG的门面 您知道多少人因为您的颜值死心塌地的加班吗 您伤了什么也不能伤了形象啊 谁给你的权利对老板指手画脚的 我可是一片赤神之心 我每天都对赵才猫祈祷 让您早点恢复精神 要不然副本都没上线 我们就被您先虐死了 出去 哎 你 快 你接住了啊 好吧 啊 蠢男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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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啊 她是蠢男叔叔 小夕 你去那边玩 我不 听话 大人要说点事 你进去里边等我 你怎么来了 我想见你 我们沈青从小到大 一直很漂亮 像你这样的男生 对他穷追不舍的 倒是真不爽 但一直这样下去 对于是骚扰 放了什么办法 一个男人 抛弃弃子四年 突然回来 什么理由啊 我需要给你解释吗 楚男 你回去吧 别再来了 对剑 我新学了几道菜 来 马上给你喝酒洗衣服 看来你过得不错吧 爸爸 把楚男叔叔加上来 一起打人都好吗 你看你衣服脏的 先去换衣服 爸 看什么呢 没事 刚才的事了 我知道 拿我当挡箭牌吗 抱歉 没事 能为你解决的追求者 也算是我有点作用 你一定要承认 你和小夕是需要我的 那个 我有点累了 不然你先回去吧 需要我 我随叫随到 你最近 有什么新朋友吗 丫头 天真上班哪有时间 交什么新朋友 是不是心里那套坎儿还没过去啊 啥 你说什么呢 那上午早翻拼了 真的 我听行程说 楚南最近工作状态不好 他跟我说那个怎么形容来的 他说的 游魂一样 活该 爸 怎么的 我这么好的闺女他都看不上 可不就是活该 对吧 对对 活该 活该 我们俩没有什么看得上看不上的 孙孙你不看得上 你又要进去摘起来啊 摘着吧 摘着吧 闺女 要不要妈去跟行程说 再给你介绍 算了 这是哪个身材 我们俩一个下个身材 我要你这样做 我要第二天 比如说 那一个人 你们俩还要 这么晚了你上哪儿去啊 手机和微信这个东西 每天最起码的 增加了四个小时 我的工作时间 没想到 我去上班了 不好意思 满园了 不是 我是来接人的 抱歉 麻烦让一下 你满园了还放人进去啊 不好意思 现在满园了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 正在中华中 这么不爱接电话 你干脆带个闭园机在身上算了 夏总 我已经到门口了 不过某位说满园了 您出来吧 衣冠不整 不得入内 想办法进来 这要离满园还剩一个团的人呢好吗 夏孙芸 你怎么在这儿啊 看看 夏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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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回事 你不得了 挺有办法的呀 没腿筋最好的风筋症啊 嗯 拿别人手机耍肉丸 有意思吗 我也很苦恼啊 你要肯接我电话的话 不也没这么多事了吧 再见 来都来了 喝一杯嘛 我没那个清智 给一杯酒 喝我解气好不好 好了 真有事 喝得不想人事了 我一会儿也扛不动啊 接着 行不啊 麻烦给我一杯温水 谢谢啊 真羡慕夏克 有你这么得力的助手 别废话了 快点裁人吧 喝这么多 帮忙啊 来了 轻车俗路啊 你人密码都知道 来得比我情吧 这是男人家 夏总工作不分男女 我只是来加班 是 是他风格 我们上大学那会儿 他就经常叫我们一起去他公寓里 研究一下 不过喝成这样真第一次 到底输了什么 可能和投放渠道的应酬 最近心事也比较多 没休息好吧 就这样了 就和他最近这副见人杀人见鬼杀鬼的架势 还敢去应酬 没得罪人 难怪他这样 最近灵珊不回来了吗 灵珊 沈其姐前夫啊 夏总跟灵珊到底有什么样的 你别这么看着我 你这么看着我 我会忍不住说出一个惊天大秘密 不说拉倒 我先走了 别别别 别你说也无妨 四年前夏克和灵珊起了口角 然后两个人开始飙车 结果 夏克把灵珊撞成了重伤 后来在医院里 灵珊就不辞而别 只留给怀志院的沈青一张离婚协议书 沈青呢 就在国外背着夏家人把小夕生了下来 那夏总一定很自责吧 自责 是他撞了灵珊 灵珊才会离开沈青姐的呀 大白天喝这么多酒 夏子喝醉也别找我 我这个兄弟就是面冷心热 说不来些我还是来了 你好 我是何玉的朋友 我叫琳达 你是 一个不会再和你见面的人 好了 霍霍 我们下次再见吧 好 好 好兄弟 你别开门啊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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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夏克 我们已经逆好公告 准备发布了 告诉他们 这次是您和灵珊两个人 超速驾驶而发生的意外 那那个女孩怎么办 我们会在记者赶来之前 把她转移到其他医院 她同意了 她会把银行账户发过来的 不愧是夏董事 利落干脆 夏克的奶奶觉得自己的孙女婿出轨 是一件特别丢人的事 所以就出动各路关系 把这场事物的第三者都抹准了 就连沈青自己都不知道 既然是这样 那我觉得沈青也没有必要知道这件事情了 你打算让沈青跟这种人继续过下去 奶奶 你有一百种理由 可以让这个人离开沈青 夫人 少爷说得有道理啊 这样可以把 对沈小姐情感上的伤害 降到最低 你认为她会原谅你吗 我无所谓 那就这样做吧 那就是说沈青姐到现在都不知道临山出轨的事啊 夏总为什么要隐瞒啊 那就是说沈青姐到现在都不知道临山出轨的事啊 接受不了临山的背叛了 他们俩可是从小一起狂到大的 而且是那种经历了万难才终于在一起的 而且是那种经历了万难才终于在一起的 自古情商难遇嘛 谁啊 安叔 安叔 奶奶 在法律关系内 你可以这么称呼我 但是现在 你没有这个资格了 这是一套三亚万世花园两百五十平的公寓 一辆 两车 资产目前在公司名下 你可以让他们变成你的名字 前提是 再也不要出现在夏家人面前 来 我给你两天时间考虑 奶奶 我真的特别感谢您 您说 我现在这条腿 被下课装残疾了 我这后半生怎么过呀 我得吃饭 我得找工作呀 您说呢 临先生 医生已经说了 你的腿很快会痊愈 安叔 我再给你两百万 谢谢奶奶 我觉得你的提议是对的 有些人的真面目 还是见不到的好 这么多年 沈青一直觉得夏克是她家庭魄色的实作俑者 虽然过了这么久 但是两个人心里还是有劫 所以夏总背波背到现在 就只是为了维护沈青姐美好初恋的家乡 你是不是觉得她特傻貌啊 像沈青这种欲鬼杀鬼欲神杀神的女王风范 也只有夏克会担心她情商难愈 可能因为是自己的姐姐 当局者迷范 总之呢像夏克这种深藏不漏的男人啊 不是一般女人能驾驭了的 傻是真的傻 可是也是真的有心有意啊 你别理解错了 我想说的呢就是 不要去随便挑战那么复杂的男人 像我这种心直口快又直率真诚的人 更适合你 你说是吧 小心 谁也许你那么叫她了 夏总 您什么时候醒的 夏总 你 您没事吧 您可以走啊 小星云 您夏总已经醒了 这儿也用不着您了 我们的谈心呢 可以改天再续 夏总 您还好吗 夏总 真没想到 您竟然是这样的一波云天 你也喝下酒了 说什么胡话呀 我那个我把蜂蜜给您留下了 您记得喝啊 还有我在冰箱里看到几袋素食也已经过气了 我已经帮您认了 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夏总可以告诉我 该怎么称呼他了吧 你也回去吧 把他送过去 你不是想追他吗 拿出一点诚意 我的员工跟其他女人不一样 你这么急我 真的好 小猴子波比爬上树干 他的爸爸 妈妈 你会和爸爸重新在一起吗 小夕想要爸爸了什么 我还是想要楚男叔叔 你为什么不让楚男叔叔泼我踢球 楚男叔叔 有他自己的生活呀 你是不喜欢他了吗 宝宝 爱有很多种心事 以后长大你就会明白的 就像妈妈爱你 可是也不可能永远跟你在一起啊 心里有对方 带着彼此对对方的回忆 继续过日子 也是一种爱 喂 夏总 到家了吧 哪那么快啊 刚上车 你有什么事吗 何玉呢 他在旁边啊 他说是您让他送我回去的 所以我就 你现在给我讲一下 你那个副本的测试方案 打算怎么修排 现在 你是耳朵听不懂吗 不是 可是我手上什么都没有啊 讲思路 我和湾组商量 计划分成几个阶段 先从场景入手 主要是 怎么又回来了啊 我一直以为自己有主角光魂 结果这次给人当一回配卷 不 我说你这酒里是不掺水了 那怎么睡一半醒了呢 何大公子你也有今天 认真了 不可能啊 你们这群人啊 越是觉得我没有真心这种东西 我就是越要认真一次给你们看看 好像是赌气啊 你在哪儿 怎么了这是 一脸不高兴的 你认错人了 我说他双胞胎弟弟 何见 刚从美国回来 考验 别逗了啊 谁啊 不是 真的假的呀 也没有长得这么一模一样的呀 何见 等了啊 这位是 是 不认识 说 是不是外边有狗了 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那个 你误会了 我是他哥哥的朋友 那什么 那 你们先聊啊 你先聊一聊 你去吧 你跑了 你去哪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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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早就又送回家了 太晚了 我就是顺着路过来喝一瓶 怎么谢我 我坐这儿 藏完那边是短期的 带你喝一个家 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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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得 咱们三个暑假 每周都能来两份 还不是因为某些人说 不喝酒不吃肉 写不出论文 我就特别好奇一生 别问 别好奇 不是 你说 恨不得有个眼睛都能看出来 你喜欢他 你怎么就是不说呢 尤其是那一年 那要是告白的是你的话 那跟夏克在一起的也就是你了 知道吗 那先分手的也是我呀 不是 这人 不能怕是就不吃饭吧 我嘛 我就是 就是不想强求 那个 鸡汤怎么说来着 爱情要等不要找 一个人喝酒还拒绝女人 我看你这个努力寻找的人 有没有什么好结果吗 按您现在的速度是 已经分手了 哎 拖进夏总裁的福啊 还没追到呢 那我有时候我就在想 你说他到底是真的意识不到自己的感情呢 还是 就是宁着劲不说呢 他喜欢下课吗 他喜欢下课吗 不好说 咱俩要不要组成一个 恋爱联盟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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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婆 你是怎么知道我在这儿的 张蕊原来在这儿当教练 只容我的演戏 这么会收买人心啊 恐怕整个TiG都难逃你的手心 那是 我听说最近TiG夏总裁脾气不太好 公司里是草木皆兵人人自卫啊 怎么 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好吧 我今天找你来的是有正事的 之后咱们合作的合同 我之前发给你了 什么意见 我觉得财务有点小问题 一会儿公司财务 刚好要来送这份文件 到时候让他跟你说 好 夏总 姚经理也在啊 她就是你说的财务 行运 你真是一个全能型的人才啊 身兼 原画师 策划 总裁助理 还懂财务 不是杨经理 你误会了 我就是个跑腿的 总不能跟你说没人敢来 我是来顶包的吧 教练 来都来了 要不要试一下 不来不来 我是个运动白痴 你平时经常服按工作 应该时常运动一下 我跟你说我们教练人很好的 我跟夏科 我们平时都是跟他练的 您就教他几招吧 教练 不来了 您直接学了可不可以啊 好痛 好痛 打击剑的中心点 这 对 好用力 再用力一点 看来他好像是真的不太适合这项运动 看来他好像是真的不太适合这项运动 来 拿好了 我这儿 往上拿一点 来 就这儿往这儿反 往下拿一点 一 二 三 往下拿一点 往下拿一点 一 二 三 合同的事情我之后再跟你们财务联系吧 我先走了 嗯 夏总 您要回公司吗 不然呢 那您还让我来送什么文件啊 我让你来送了吗 不过我试试又该回公司看看 谁看看为什么只有你这么闲 我可不闲啊 这段时间为了替大家顶包康雷 我跑的腿都要断了 你手怎么办 我刚看你换完衣服就一直在揉手 可能刚刷了一张牛的了 没事 车上等我 您去哪儿啊 谢谢夏总 我给你买冰激凌 是让你冰敷的 因为附近没有药店 这么贵的冰激凌用来敷啊 那岂不是暴殿天物啊 还吃了也一样 我 敷着呢 敷着呢 你看我拿着盒也能敷 这美食不能辜负 边吃边吃不耽误嘛 你们女人有什么不听权吗 您说的是沈卿姐吗 看来我在你这儿 没有秘密了 怎么会 只是您身边的女人 我只认识沈卿姐吗 其实 您有什么想说的就说吧 这段时间 大家都看出来您心情不太好 连带着公司 都乌云盖定 很多事情呢 你明知道说出来 不然而难过 那我为什么要说 那要看是什么事了 如果换做我 比起蒙在鼓里 我肯定更想知道真相 不要把结果想那么糟糕 每件事最后都会变成好事 如果 如果没有变成好事 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您怎么会知道这句话 你怎么办 没事儿 回去吧 帮我拿着 好 刀的 我手都不抢 你手都不抢了 我手都不抢了 和你手都不抢了 你手都不抢了 我呢 把她给买通了 你妈妈最近怎么样了 小可舅舅 你不是和我妈妈是好朋友吗 你们俩不要吵架了 你看我爸爸 就和我妈妈和好了 你喜欢你爸爸吗 刚刚开始不太喜欢 但是他一来了幼儿园 小朋友们再不玩笑过我了 就先让他当我爸爸吧 这些老客户的地址 会按照区域排列好 这些订单整理起来 使不会更加放逼 谢谢你啊 林建长 谢什么呀 我也算是你们的老客户了 何止是老客户 你是小夕的爸爸 就相当于帮你老板 别胡说 来 到了啊 来 回去告诉你安娜 明天晚上七点 我在她最喜欢吃的餐厅等她 你为什么不自己跟她说呀 因为呢 她把我落黑了 我联系不上她 我知道了 我们班小吻和千千吵架的时候 也是谁都不理谁 就让我来传话 重复 明天晚上七点 下课请妈妈吃饭 在她最喜欢的餐厅 好 转身 走吧 好 妈妈 妈妈 是吧 爸爸给你摆了海 你鸡鲜肚罪 是吧 喜欢吗 喜欢 我妈妈呢 是 妈妈去送饭糕了 等会儿吧 爸爸 爸爸问你个问题啊 过来 刚才那个夏哥舅舅跟你说了些什么呀 他和我妈妈还没有和好呢 他说 让我告诉妈妈明天晚上请她吃饭 儿子 什么 明天下来幼儿园 爸爸带你去优乐场好不好 优乐场啊 好 怎么了 妈妈说 不能跟你单独一起出去玩 你看这样好不好 怎么了 明天夏哥舅舅不是和妈妈要和好吗 对 要和好 但是呢 咱们和妈妈明天要去乐场 对 你能不能让妈妈和夏哥舅舅很和好一点呢 不笑一点 你能让我长得那么好玩 当然可以的 行 那这些事 拿够 干账 玩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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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你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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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儿咱们去玩那个 好 那高的 妈妈 明天你就和夏可和好吧 小夕你说什么 本来应该今天和好的 但我们又去了游乐园 咱们 你为什么不欠一下 我 我问我 下次 你还想怎么下次呀 没有没有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啊 你知道小的事情 都绝对挺怪的 出门能不能带来吗 闲运呢 闲运怎么还不来 这里面什么情况啊 知道有部特别恐怖的电影 叫《无人生还》吗 现在里面就这个情况 小组东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怎么了 我不听任何解释 这里面啥 正好可以派上用场 这家里怎么一股药味的 你在干嘛呢 干草酸梅汤和菊花茶 都是半会儿佳品 我送我这儿买的 你怎么了 喂 让阿密进来一下 夏总 你找我 这个是怎么回事 这些都是行运送的 说天气热让您拜拜火吗 太胖了 吃这个 干嘛 什么呀 行运我就入内 她的意思啊 她说你今天都不允许她进她办公室办部 看来你这药味吓得有点猛啊 不是 她怎么那么没良心啊 卫主那些药早上五点钟就爬起来了 好笑吗 我说你们好像最近怎么样 最近不太好啊 最近来太晚的人特别少 可能我们努力度也低了两个点 来 你怎么样 我们还行 上次你让我查那个 还行 林山跟你什么关系啊 没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就好 你最好离她远一点 什么意思 这孙子 在我们银行 广州制行下面带了一笔管 已经逾期快半年了 带了多少 一千五百万 这笔不良带宽 可折腾坏了我们广州的同事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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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电视机里的画面 手桌上你的相片 那一颗清醒空气 感觉是你 只想和你在一起 就在一起 不用去旅行 因为和你一起 每天都有点生气 只想和你在一起 就在一起 说什么都可以 想知道你 开心不开心 只想和你在一起 就在一起 不管在哪里 只要和你一起 一天都会变清晰 只想和你在一起 就在一起 每一刻都有意义 又在此时 只想看到 你 在一起 你 在一起 在一起